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們 收看全能事務所 我是廖慶學 也歡迎全球的觀眾 有約上YouTube 來訂閱我們全能事務所 好 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白兵 第一位是我們張成張教授 張教授 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張妍廷 張司令你好 大家晚安 好 另外還有世聰 世聰 你好 大家好 好 來 張教授 有沒有可能打給大家 講真的 以我的觀點來看 現在雙方把局勢搞得這麼緊張 特別是美中的關係 搞得那麼的緊張 我們台灣就很容易做那個 我不能講T死 我就被推上前線 為什麼呢 因為老美對中國施壓 中國沒有出口 就只好找台灣施壓 找台灣施壓的時候 難免就會插槍抽火 所以我把會不會打起來的機率 擺了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不太可能會打 但是很有可能 不小心被推上了戰爭的前緣 我問一下這個張司令 有沒有可能打起來 我認為料理從寬 都要隨時都要準備好 你不然的話 你會觸不及防 來不及應變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就要認為 這個戰爭有可能爆發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應付自如 你不會到時候來不及應變 好 是不是要做好準備 相信這幾天的話 很多台北市的市民的話 坐在家裡面一大早 就被轟隆隆的這個戰機的聲音 給吵醒了 我朋友講說 他們過去從來沒有聽過 台北市有那麼多的一個戰機 飛機在那邊起降 在那邊飛過去 結果早上的時候 全部都被吵醒了 因為很多人都擔心說 會不會打仗了 來 自衛台灣 台灣會不會推向了 戰爭的一個邊緣 昨天晚上的話 其實在這個花蓮 台東東海岸的一個外海 就是三仙台的海域裡面 試射了一個飛彈 這個飛彈 相信很多的台東的一個市民 搞不好都看到了 這個是中科院試射的一個飛彈 試射完這個飛彈以後的話 沒有想到 在這一個禮拜五的一大早的時間 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居然也在他們網站上面 釋放出了 他們試射了數十枚的東風飛彈 沒錯 會不會打我們不知道 但是雙方都已經做好相關的這個準備 包括剛才慶雪提到了 禮拜四早上 還有這個接下來幾天 都會有所謂國慶的這個操演裡面 F-16V是掛滿彈 然後飛過我們總統府的這個上空 除了這個之外 包括最近又釋出一張照片 我們蔡英文總統去參訪 這個子儀艦的時候 子儀艦也是所謂的實彈 掛在這上面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禮拜四晚上我們台灣發射的 這個天空三型的這個防空飛彈 這個飛彈 被稱為叫做台版的這個薩德飛彈 因為目前我們希望說 它能夠射程 能夠高達這個200公里以上 那是超音速 這個主要是說 它可以攔截未來的可能的 這個襲擊台灣的武器 包括說它有所謂的 這個選項性的這個彈頭 這樣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武器 正在禮拜四的這個晚上的時候 在三千台發射出來的時候 相信國人都看到了這一顆飛彈 除了這一顆飛彈之外 那是禮拜四的這個晚上 那禮拜五的早上 中國刀就釋放了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他們就說 他們是在東風的這個火箭軍的 某個戰區 然後他們有這個 製設這個東風11A型的這個飛彈 那這個他們就特別說了 這個它有一個末端這個機動的 這個系統 也就是說它可以躲避愛國者飛彈 那這個躲避愛國者飛彈 它當然意味相當的強烈 因為它的射程大概是300到600公里 一般都認為說它可能是攻台時候 最重要的這個武器 那它這一次發出來的時候 他說 他就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壯觀的 這個什麼場面 實彈齊發這樣一個狀況 你當然可以感受到 中國道在恫嚇台灣的這個意味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強烈的 好 我問一下那個張教授 像我們看到的是天空三型的 一個反空飛彈 剛剛四聰有特別講到 台版的一個煞燈 那麼這一次的話 其實是在這個三仙台的 這個應該是岸邊 在那邊試射飛彈 那我們看到解放軍的話 解放軍的東風十一也出現了 這兩邊的話 是不是較勁的意味 以及對抗的味道是非常濃厚的 我先把對方的作為 做個整理跟分析 再來談談我們天空三型飛彈 測試這件事情 對方就是中共那邊 解放軍那邊對著我們台灣 彈到飛彈的所謂的攻擊裡面 以東風十一跟東風十五為主 如果大家觀眾朋友有點印象的話 大概這個月初的時候呢 他們曾經做過東風十五的測試 然後昨天所釋放的影片是東風十一 東風十一的射程大概是300公里 東風十五的射程大概是300到600公里 那部署在我們台灣的當面 就是那個江西那個廣東邊界 基本上就是對著我們台灣的 福建江西廣就對著我們台灣的 所以他這次所做的那個演 所釋放這個影片 十一發的東風十一的齊發 這個對我來看叫做集火射擊 如果他打同一個目標 就同一個時間到達一個洞定點 看我們防空攔截能力 不過我想講一下這個影片 如果觀眾朋友仔細看影片的背景 他在大漠地區 沙漠地區做的 我們來研究一下我們中國大陸 雖然現在大家都不讀中國大陸地理 我小時候是要讀的 東南方有沒有殺我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顯然是在西北方 他們大漠地區 或者是在蒙古地區 所做的一個測試 那中共在這個時候 刻意放出這個影片 恫嚇的意味高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要講時間 我覺得我們國軍沒有在睡覺 如果說這幾天 他們在我們對面當面 對著我們台灣發射了 10枚彈道飛彈 我們那個鋪路爪雷達 在熱山基地鋪路爪雷達 不會睡覺的 一定會發現到這種情形 那一定會做某種寢視的 也是新聞的披露 或者提醒我們 要有作戰的準備 所以我對這個影片 我的觀點是說 宣啊 內宣啊 提示就是大家 我們要作戰的準備 也對我們這個地方 做一些 因為東風11 基本上就是對台的彈道飛彈 做一種威和 那我要講一下 我們今天講到那天空三型的測試 天空三型飛彈 在中會當年在20年前 賢明要開始研發的時候 就是主要的 有一個功用之一 功能之一就是 攔截彈道飛彈 那您剛剛提到薩德 薩德跟愛國者飛彈 在美軍來講是陸基 就是從陸軍的角度來做 彈道飛彈攔截 主要的兩種武器 那愛國者飛彈 是屬於低空層的 所謂低空層也不低 大概是從30公里以下的空層 比如愛國者飛彈 做彈道飛彈攔截 二型三型 那高空層的 就是30公里以上到150公里 這高空層是由薩德來攔截 這是在美國的部署上面 是這樣用的 那我們台灣有愛國者飛彈 所以我們對於低空層的 那個彈道飛彈攔截 原則上我們在北中南 就台北 台中 高雄都會區 我們都有部署的愛國者飛彈 這部分是 我們就是說對都會區的防衛 是OK的 但是對於高空層的話 我們現在並沒有 所以剛剛提到說 台版薩德 我就說明一下 我剛剛提到20年前 中科院協命發展天空三型飛彈 有一個任務之一 就是要攔截彈道飛彈 那既然我們低空層的 有愛國者之外 那我們必須把空層拉高 所以目前 目前中科院的天空三型 已經開始執行量產的天空三型 它的攔截高度 是可以到40公里的 到40公里的 好 那但是這個40公里 我們希望更高空層是 還是不夠滿足的 所以現在在做的測試是 可不可以把40公里的攔截高度 再拉高到 70公里 70公里 如果可以拉高到70公里 那我們這樣看 我們對彈道飛彈的攔截 我們台灣就有三層防護 70公里一個層次 40公里一個層次 34公里以下一個層次 那這樣我們有三個層次的攔截 那對我們彈道飛彈的攔截率 一定會提高很多 那昨天在三仙台 有發射一枚飛彈 那其實我們看 您現在擺出來的這個 我們叫做射擊通告 在右手邊這一份 它的日期是在24號到25號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109年的9月24號到25號 那我們的發射地點的話 其實是在 它這邊寫的是九棚地區 對 九棚地區 那九棚的位置 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在這個台灣角的位置 對 那它的一個發射的範圍 它有畫出來對不對 這個是中科院畫出來的 射擊的範圍 那底下這個的話 一個是綠島 一個是蘭嶼 那大概就是這一個範圍裡面 好 三仙台在哪個地方 就是你剛剛畫的 紅色框框的 大概左上角那個位置 大概就在那個位置 三仙台大概在那個位置 好 那昨天那個民眾 有拍到兩個視頻 一個是在三仙台拍到的 一個在九棚拍到的 兩個兩個視頻 那所以表示說 昨天事實上 有發射兩枚的飛彈 不是只有一枚 昨天是有兩枚 兩枚 因為在三仙台 有拍到一個影像 在九棚基地 也被民眾拍到一個影像 因為晚上 晚上拍亮的東西比較好拍 比較好拍 那我就說明一下 在中科院 在做這個測試是怎麼做的 天空三型飛彈 既然是要攔截彈道飛彈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把彈 來被攔截 應該是這樣子 是 那這個把彈 我們就從三仙台那邊發射 那在九棚基地發射 就是天空三型飛彈 所以應該是一前一後 就是 也許把彈會找個 大概一分鐘時間 發射出去 然後接著 在九棚基地的那個天空系統 就開始做所謂的戰情評估 威脅評估 然後開始發射 天空三型飛彈 去攔截那個把彈 所以變成是說 在三仙台這一個的話 其實發射的是一個把彈 對 把彈 發射出來以後的話 要測試九棚這一邊的 攔截飛彈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飛彈 給攔截起來 對 是 OK 好 所以昨天的結構 應該是這樣子 才是一個合理的結構 那為什麼要是無限高 因為在不同空城裡面 都有不同的飛機在裡面 可能在航道上飛行 那為了確保在這個測試的過程中 譬如他這邊有寫很清楚 從九點到八點的時間 要九棚到兩棚的時間裡面 那他有特別提到說 在這段時間 我們需要在這空城裡面 是沒有不需要進來的飛機 飛行器進來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無限高 對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 昨天看昨天新聞媒體披露對不對 對 民眾是這麼說 7秒鐘就不見了 就在三仙台那邊 發射率7秒鐘應該飛得很高了 是 對 換句話說 到底測試的結果是什麼 它是在70公里高空發生的事情 雷達知道 人不知道 好 那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是不是之前的話 是 前一天的話 就已經很多民眾拍到說 有很多的飛彈車 在台東 在東海岸裡面奔馳 跟這一個天公飛彈有沒有關係 現在螢幕上看到的這個 就是有民眾拍到 海強操演的過程中 有一些的那個飛彈車 在路上奔馳 在做所謂的儀防 那在我們海軍的編制裡面 在編制裡面 有一個叫做海風大隊 在網路上公開信息 它有7個中隊 部署在台灣各地 那也許掉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海風 那個飛彈發射車在跑 像這就是飛彈發射車 前面那輛是射控直管車 在路上跑 在路上跑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們現在執行海強 教授你怎麼知道那個是飛彈車 我做的嗎 你做的 對 這是我做的 這是你做起來的就對了 這是你做起來的就對了 這是我做的 它現在只是為了掩蓋 現在讓人家 好 現在看到就是射控直管車 現在看到這一輛射控直管車 對 那為了掩蓋 像這個是飛彈發射車 為了我們雄風二型 跟雄風三型彈 彈眉選長度上其實差不多 只差大概七八十公分 它這樣蓋起來 是讓民眾看不出來 是到底現在掛載 在飛彈發射車上面的 到底是雄風二型還是雄風三型 讓人家分不出來 好 那其實我昨天在看影片 我還看到一樣很蠻特殊的車 叫做通訊車 就是我們這個機動中隊 到了任何駐地之後 它是經過通訊跟海軍的 現在叫做那個 以前叫大程系統 現在有連程系統 做整個聯繫 做整個直管的聯繫 我昨天在影片還看到一個叫做 蠻有趣的叫實情車 實情車 吃飯的 你有沒有聽過早餐車 有 早餐車 早上去買那個 買早餐 我們當初在設計這個 海風中隊的時候 我們連實情車都幫它設計了 連實情車全部都進去了 所以等於是它後勤補給 全部都進去了 全部都坐在裡面 也就是說這個中隊出去之後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連食物都不需要補給它 連油料都不需要 我們完整的後勤設計都在裡面 實戰的一個位置來看的話 台灣現在所欠缺的東西 那到底在哪邊 我們所欠缺的武器 章勢力我們這一次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一個軍售的話 其實總共有本來是七項 現在多加了一項 其中有一項的話 很多人在討論就是MQ-9B 對 這個我們來看 這MQ-9B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可以飛得遠 對 它可以飛到一萬一千公里 換句話它有長航程的特色 第二個就是說它有長制空 它可以飛24個小時 它都可以不用加油 因為它是螺旋槳 它省油 對 那個又可以在 我們叫做長跨距 它可以飛那麼久的話 可能需要人造衛星做導引 因為這個目標獲得 要以人造衛星去導控它 因為它已經飛了 因為地球曲度的關係 它已經遠了 所以它要人造衛星去控制它 讓它去到目標區 甚至把它叫回來 它又可以最重要 它還可以具有攻擊的能力 所以它好幾個能力 這個增加對我們來講 是這個 我們叫做徵兆 叫徵查 我們的距離增加了 流空時間增加了 航程增加了 然後又可以具有攻擊的能力 現在大概美國 英國 我不知道日本有沒有 大概就這兩個國家有 確定是有的 那中國大陸搞不好 在研發當中 也不曉得有沒有 但是這件事情 它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因為為什麼它總共要賣台灣 賣給台灣總共是四架 但是這是具有攻擊性的武器 為什麼這個MQ-9B 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主要是因為今年 如果大家年初 記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這個美國去襲擊這個 蘇雷曼尼 這個伊朗的這個降臨的時候 就是用MQ-9 MQ-9B它搭著這個刀鋒飛彈 然後進去之後就追蹤到它 然後用刀鋒飛彈發射下去 就把它擊斃 甚至美國在最近期它洩漏 它在9月初的時候 它有一個演練 就是MQ-9 它搭上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香味蛇飛彈 然後把它飛到高空去之後 它居然可以攔截巡逸飛彈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隻這個MQ-9B 實在是威力非常強大 那當然可能賣給台灣 是比較偏向是所謂偵察型 因為台灣畢竟 我們是為了要彌補 我們現在可能這個防空雷達 一些相關的不足 說法是這樣子 但是會不會提升成攻擊型 如果提升成攻擊型的時候 慶雪你知道 這可是具有所謂的 斬首能力的這個可能性 這個當然對於台灣的 這個軍事的強化來說 當然是更加的這個 升一層樓 這個死人無人機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炸死了那個蘇雷曼寧的時候 它是在巴格達機場 是 它在巴格達機場的時候 沒有想到居然用死人無人機 直接把它轟炸起來 大家看到以後嚇壞了 然後轟炸完以後 大家本來剛開始的時候 還不覺得是被攻擊 後來沒有想到是 川普自己承認說 因為他可能會挑戰 這個戰爭的底線 所以他們把它轟炸掉了 可是問題是說 這麼近的一個距離的話 居然都沒有辦法察覺嗎 對啊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都用了這個所謂MQ-9 它在狙擊 包括以前的ISIS的領袖 甚至在做這種斬首行動 都用這樣的方式 那特別是說 如果大家去看那一次的MQ-9 去執行蘇雷曼尼的時候 它是用那個刀鋒飛彈 刀鋒飛彈是打下去的時候 它快要靠近它 最後一秒鐘 它有刀片會出來 刀片出來的時候 簡直它是攪進去那個車子裡面 如果你去看那個時候 它是這樣攪進去之後 整個車子上面那個洞 是有那種好像被刀 這樣刮開那樣的狀況 那攪進去的時候 它刀片先在裡面轉 所以蘇雷曼尼死法 是它被攪成肉泥之後 它才爆炸 聽說後來大家知道 它是蘇雷曼尼 是靠著它手上的那顆戒指 戒指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攻擊火力 相當強大 而且裡面的話其實是 全部都是無人的 那全部都是無人機 但是我問一下司令 這個無人機的話 它其實飛行的速度 並不快對不對 它會不會很容易被狙擊 其實對 最重要的就是它具有這個 在雷達發現它 所以我們知道 美國對它的 這個雷達的關通信統 要事先能夠掌握 事先能夠掌握 因為看它的這個流線型 等到雷達發現到它的時候 因為它也不大 它沒有像我們正常的 這種戰鬥機那麼大 雷達的前面機大 然後雷達盡早發現 它比較小 小的話等到雷達發現了 它已經晚了 那它這個時候已經開 已經開做攻擊 做這些後續的戰術的動作 或作戰的行動 所以造成這個 伊拉克或者是其他的 敵對的國家應變不及 對 你截面機小發現完 發現板應變不及 應變不及它已經攻擊 攻擊完畢就脫離了 它雷達都沒有辦法掃射出來嗎 它都已經進到他們的領空 或者說都已經進到 他們的機場裡面的話 這一架飛機是沒有辦法 被發現的 對 它雷達截面機 以發現的距離成反比 你截面機越小 我的距離就要越近了 是 你就要 你的預計時間就越短 比那些你就應變不及了 被變成的情況 另外一個我們知道 而且雷達它其實是有一個死角 它有一個死角 對 有死角 然後我可以從這個 雷達跟雷達之間 它這個掃描有重疊區 但是也有它那個盲區 它從盲區進入 所以美國對這方面的計畫 它當然也是在溫馨座控制 它把這個雷達的盲區都算出來 我從盲區進入 我從盲區進入 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根本應變不及了 對 就被拘殺掉了 所以這個等於很多東西 它有它的功能 但是要把它的整個戰術 做一個很縝密的設計 你才可以 所以我們的一個打仗 不是 我沒有攻就攻了 不是 你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 不是直線 對 很多事情是間接路線 現在的戰爭的形態 會不會做一個改變 就是包括像是 我們如果進到了這個 所謂的死神無人機的話 我們的飛機的話 如果跨越到了海峽中線 到了對岸這一邊去做徵搜 或者是到了東沙群島去做徵搜的話 它不容易被發現嗎 你不能直來直去 你直來直去 兩點之間最容易被發現的 對 以前U2的飛機到大路上徵照的時候 不是從台灣起來 被直接到大路上去 可能要往北走 可能從日本進去 可能從韓國進去 再進入東北了 是這樣子 然後出來的時候 也不能直線出來 你直線出來對著台灣 很容易中途就被攔截掉了 司令以前你是不是到 到中國大陸去偵查過 對 我們有時候也下到一些 欺敵的作為 你那時候都怎麼飛的 告訴我們大家 我們一起飛的時候 這個各種戰術都有 當然第一個起飛 第一個先爬高 因為我們那時候飛妖洞式 妖洞式的時候就是第一個 它是攔截機 可能這一張的話 因為年代久遠 看起來也滿清楚的 它攔截機 一起飛到先爭取高 因為它不是戰鬥機 攔截機它快 直接鑽升 鑽升到四萬五萬英尺的時候 進入大陸去徵召 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30年前還沒有人造衛星 那你要靠什麼 靠徵召機 把中共的機場 它的港口 它地面的這些軍事上的部署 通通把它召回來 就知道它對我們有沒有威脅 你怎麼拍 我們那個相機大概200公 這個200公斤 這真的用手工的相機嗎 它那個戰術相機 好大一台 200公斤 對 很大的 裡面的軟片非常長 長度非常的長 放在哪裡 它就在肚子下面 在肚子下面 我們的肌腹艙 以前的炸彈艙 可能就是放它的這個 你這個飛機 它總共坐幾個人 我們就一個人 就一個人 所以你要開飛機 然後又要拍照這樣子 對 但是裡面你的控制 你的控制板 就是你的控制板 面板在你的右邊 當然也會設計在左邊 但我們在右邊 你的高度 你的速度 還有一些相關的殘數 你要輸入 你要知道當天的天氣如何 如果天氣烏雲密布 你真的要你白去一趟了 所以對當地的整個天氣的狀況 它的人見度 它的雲高 你都要充分考量 這出一趟的任務 是非常周圓的 你們最近的話 離那個岸邊的話大概多近 我們最近都已經進入中國大陸 已經進到那邊 進入了啦 你不怕他們把你打下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 它的地面的地面的飛機板 在什麼地方 你在平潭在哪裡 在院前 在鮮油 在沙提 在農田 我們很清楚的 你全部都背下來 沒有 這個東西你要開完 跟生命有關係 會死人 所以他們當時沒有那個什麼 移動式的炮彈 對 你通通都要很掌握很清楚 然後要把它的 這飛彈的作戰的半徑 接戰的距離 都算得很清楚 你會不會過中線的時候 他們的敵軍的飛機就起來 要準備跟你那個迎接了 那個時候因為敵弱我強 我們一過去 因為從民國56年113空戰之後 我們總共的比數大概31比1 那時候我們的比數知道 我們的技術很棒 飛機也好 飛行技術也棒 然後上面的武器的掛載也先進 所以那個中共的時候 應該要講它是內縮 龜縮進去了 我們一進去了 我們不用怕 我們只要大陸去徵兆 然後從 我們知道 我們從福建這到浙江 然後也可以從福建往南 這到廣東 是這樣子的 我們發現廣東 福建 浙江 我們都要掌握這個 因為這一線是對我們來講 威脅最大 我們要充分掌握 他們應該也知道說 你們只是來做偵查的 沒有 不具有攻擊系的 是不是 有F104掩護我們 你有F5掩護我們 我們針照 我們才能夠確保 針照任務的達成 所以你們當時飛出去的時候 你們飛的時候 是直接跨過那個所謂的中線 是不是 海峽中線 對 一定要飛 一起飛 要用是非常快 超音速的 一下就過海峽中線了 大概多久 起飛以後多久就會到 三分鐘就到海峽中線了 三分鐘到海峽中線 然後到了中國大陸的陸地裡頭 10分鐘 所以我們這樣子虧估的話 他們現在如果敵軍過來的話 大概多久 現在時間不一樣 敵軍如果過來的話 最近的話7分鐘就到了 那很快 因為新竹跟平潭距離 就是70海里 70海里算起來是130公里 130公里一個戰鬥機 它平常的速度就是20公里 1分鐘 好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連續六天這個共居直接挑戰中線 直接在這中線裡面在這裡 這個巡邏 好像走廁所一樣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走什麼意思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9月18號的時候 總共是有幾架 那一天好像是18架 那一天總共是18架 18架的話有轟6型 有兩架 然後殲16 殲11 殲10 都有4架以上 殲16還有8架 來看一下它飛的航機 西南方這兩個地方的話 進入我國的一個空軍的 一個識別系統 空域的識別系統 那另外的話幾架 全部都是在這海峽中線這一邊飛 那大部分是殲16跟轟6的飛機 那19號的時候 一樣挑戰這一個海峽中線的位置 一樣在西南方 好 另外在9月21號的時候 直接是運8 那麼運8接著開始的話 變成了每天的造常例行性的任務了 全部都在挑戰西南方 連續了21 22 23 24 好 我問一下張勢力 為什麼都要挑戰這個西南方 跑來西南方 然後用了運8進來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這個我們要小心 因為我們西南方它一直西 有容易深東及西 有容易深南西北 因為我知道台北 新北 是我們的政軍的中央 總統府我們的五院 重要的政軍的軍官 那個機關 都在北部 那它將來的時候 對台灣如果要動武要用兵 它當然從北部過來 是我們講主作戰 支作戰可能從南部 當然從東部也有千支作戰 也有洋洞作戰 它都會有這樣子 那它一直在南部 吸引你嘛 深東及西 讓你的兵力向南轉移 你北部就空了 而且知道我們整個台北 我們包含宜蘭 包含基隆 包含台北市 包含新北市 包含桃園市 你六都裡面有三都在這個北部 但是沒有一個軍用機場 你最近的話就是新竹 新竹你要到基隆 你要飛10分鐘 你地面警戒如果是6分鐘 再加上你起飛的時間5分鐘 11分鐘過去 不會啊 我們這幾天早上 台北市飛機都直接飛過來了 那它提前 那它已經提前 我們在台北看到它飛機了 但是它問題是它很提前20分鐘 已經起飛了 所以我們台北市聽到的飛機 其實都是從新竹那邊飛過來 從新竹或者是從台中 也從嘉義直接飛過來 因為我看它有掛附油箱 可能從嘉義直接飛過來了 都有可能 那換句話它已經花了時間了 我們在知道空房是分秒必爭 那我們既然 中共知道 它一直在我們的西南空域 在那邊活動 就有一點點要深東及 我們要小心 它就是把我們兵力吸過去 一直在那邊活動 習以為常 這個地方是我們注重的重點 大家都一直看西南 其實你會輸入到你的北邊了 這是北邊訪問中間 為什麼 那如果是運8的話 我們要不要值得注意 它是一個反潛機 對 那為什麼是派運8的反潛機 一直不斷的不斷的來 這已經連續了好幾天 這樣子的時間 對 那運8我們要知道 它有三個 第一個它流空時間長 它可以在那邊耗了9 耗了9之後 它可以飛7個小時 那它耗了9之後 你戰鬥機只能在流空 大概整個飛行時間大概一個小時 如果你要跟它耗的話 你要快7匹次 那不是它已經賺到了 所以它是派運8 它耗了9 第二個 這個地方接近巴斯海峽 巴斯海是潛艦活動的 不管是美軍的潛艦 中共的潛艦 台灣的潛艦 都有可能在地方活動 它順便做個潛艦 看看下面有沒有這些活動 它可以掌握這些情況 還是說他們已經掌握到 這裡有潛艦 他們才飛過來 還是要過來徵收的 不是 潛艦不會讓你知道 潛艦是個戰略性的武器 潛艦在下面 你不知道它這樣在哪裡 大家很怕潛艦 潛艦非常難抓 你不要以為一個 磁性偵測儀可以抓到它了 海軍那個聲納抓到它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它在那邊做訓練 它以戰代訓 戰訓合一 有這可能 另外一個第三個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運8反潛巡邏機 它上面還有電子徵收設備 它可以抓你的一家 在它尾端這邊對不對 它尾端的是磁性偵測儀 那是抓潛艇的 這個是抓潛艇的 對 你看它那個機頭 前面還有一個雷達在下面 對 那個地方 它也在那邊做 對我們的雷達的參數做徵收 對 你如果這個飛彈 在那邊做運作的時候 那個追蹤雷達 或者火控雷達 它在收你的頻譜 全部給你掃進去 然後回去分析 然後將來在電子戰 電子作戰 複雜電磁環境下的作戰 它先建立它的檔案 所以它關鍵它有 可以說從此三件事情都在做 我們要小心它 所以它也是來徵收 我們的相關的數據 那我問一下那個張教授 張教授 這個運8的反潛機上面的話 有沒有搭載這一些飛彈 或者是反潛飛彈 反潛彈 這樣子就是說 我想你可能要跟我 我先講一下運8這個飛機 這個運速機的歷史 運8跟運9都是中國大陸 從那個蘇爾引進來 然後紡織出來的 運8其實它大概在1982年開始服役 到現在也滿久 快40年了 那運9比較近一點 運9大概在公元2005年左右 開始服役的 那運9基本上是運8的提升型 就機體為改變狀況之下 它把它的續航力跟那個 做一些提升 那為什麼要先講這個 我們現在講運8反潛機 其實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我通常會把它叫成另外一個名字 為什麼 運8它基本上是運輸機 它有 中國大陸不但把它改裝成反潛機 也改成成空中預警機 所以我們前陣場的空警200 基本上就是運8為主體 為載胎 那大陸講的空潛200 基本上就是以運8為主體做的反潛機 那前幾天不是小英總統到那個澎湖嗎 有一個空警500 那就是運9所改裝的一個空中預警機 那我為什麼先把這載胎講清楚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載胎 它要做反潛 要做空中指揮 或者要做攻擊 它都可以做 那你就提到它有沒有帶什麼飛彈 帶什麼飛彈 那在18號那次的轟6跟那個 他們的殲15都有帶 所謂的殷級12的超音速的飛彈 這個飛彈 跟我們所研發的熊山飛彈 應該是錶兄弟的關係 為什麼講錶兄弟 因為他們這殷級12 中國大陸現在主要的那個 殷級系列就是自海飛彈 對地飛 對弓箭飛彈 它殷級12它主要的那個引擎 我們用來叫做沖壓引擎 跟熊山一模一樣 叫沖壓引擎 什麼叫沖壓引擎 我大概科普一下 一般的引擎要點火燃燒產生推力 就這個概念 那點火燃燒產生 像飛機上的引擎點火燃燒 是用我們講用渦輪 用風扇 壓縮氧氣 點火燃燒 那我風扇的結構很複雜 那沖壓引擎的時候 我把風扇整個拿掉 我用我這個飛行體 這個載胎的高速飛行 空氣衝進去之後 因為衝進去的壓縮 把雅慶壓縮到 我再給燃料點燃產生推力 也就是說沖壓引擎在引擎結構上 比以前渦輪引擎 或者是其他的引擎簡單很多 這是第一點 但是它有一個很先決的條件 它必須要先超音速 它必須先飛到超音速 它才能夠產生作用 所以櫻級12跟我們熊山 都是用沖壓引擎概念 做出來的一個飛彈 所以它都叫超音速反艦飛彈 我們台灣在發展飛彈的時候 有某種程度 受到美國的限制跟干擾 它不希望我們的武器 有所謂的長程投射能力 所以我們當初熊山 第一個版本出來是150公里 現在做到300 400公里 慢慢在做 可是當初攻擊士一做出來 他們就是400公里 他們沒有被人家限制 這個我們能不能做到那個樣子 其實就看國家政策 那因為它是超音速 然後快速打擊 所以它跟熊山有一樣的特質 我說櫻級有一個同樣的特質 就是反應時間很短 就是對敵方的反應時間非常短 那加上它超音速的特質 如果它彈頭的重量夠巨大的話 譬如像我們熊山300公斤的彈頭 他們大概是300 400公斤的彈頭 那對航空母艦來講 就6萬噸以上的公母艦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他們也稱他們的那個 殷級12是航母殺手 所以殷級12 我們沒有航母 殷級12搭載上去的話 它指向性的話 是指隊的是誰 當然是對美國 對美國 對 所以它直接挑戰的是美國了 對 那它這樣子出來的話 那不會激怒美國嗎 基本上就是秀肌肉 對 所以它在18號的時候 它在我們西南沿岸 西南海空域的地方 殷級就轟6K 有帶著殷級12 然後同時那個殷15也帶著殷級12 在我們台灣海峽 就是有過中線做一些活動 基本上它是要告訴 就是這種 就是反句子 反區域 就建那個A to AD 告訴美國說 我現在對你大型航艦 在這個區域裡面運作 我是已經有武力準備了 其實有點麻煩 台灣會不會就像那個張教授 一開始告訴我們大家 就是台灣呢 不得已會被推上了這個 這個第一線裡面去 那打這個所謂無謂的一個戰爭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不管是阿薩爾或是克拉克 來台灣的時候 先後 中國大陸人都不斷的挑釁 就是直接飛向了這個海峽中線 甚至直接用這個共機 直接擾台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說不小心 因為10月份的話 就像蓬佩奧要來這個亞洲 這個巡防 巡防 對 到韓子 日本跟韓國 日本 韓國 到底會不會跑來台灣 那他如果要來台灣的話 那怎麼辦 中國大陸會不會再繼續挑釁 那這裡面的話 其實關係到了整個 其實就是南海的問題 那麼現在大家指向的 其實是除了台海之外的話 現在是南海 那麼南海在這一次的話 會不會也被推向了一個海峽的 一個這個低線 南海的部分 一直是個活躍庫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一直 不管他強調的九段線 十一段線 他強調南海是他的內海 可是對美國來講 南海怎麼可以是你的內海呢 那個是我對日本 甚至我的這個亞洲印太 很重要的一個航道 所以美國強調的 就是所謂的自由航行權 這兩件事情兩邊就在 就是一個衝突點了 那中國大陸的做法 也很滿特殊的就是 悶不吭聲的在南沙群島 建了三個島 然後也在西沙群島的永興島 上面做建築 那可能在東沙群島的那個 黃岩島也可以做些準備了 也就是慢慢的那個南海就是 一個可能的衝突點 但美國呢其實也 剛剛提到 大陸的轟炸關島 關島 對… 那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其實關島我們看的圖 關島在比較中間的地方 那它東北方有一個叫塞班島 塞班島 塞班島為什麼要提提它呢 當初那個日軍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的飛機啊 是從塞班島起飛的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情呢 這個島它在太平洋地區 是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美軍把它 主要重要的時候 都放在關島 如果關島它 現在是在美軍的掌握下 當初 當初美軍為什麼要打一下塞班島 因為如果從塞班島 起飛的時候 當時的B-29轟炸機啊 作戰半徑600公里 那美國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轟炸日本本土了 它是做對日本本土的那個 跟陸作戰在做準備 所以才做了這麼一個佈局 那現在反過來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講 如果把關島這個 我們第一島線的重要的補級戰 轉運戰啊 摧毀的話 那對中國大陸出第一島鏈 那就是容易多了 所以雙方這個是一個爭執點 那我們來談談當中那個 塞班島戰役 塞班島戰役 本來日本是認為它穩贏的 為什麼穩贏 因為美軍是攻 它是守 大家知道守就比攻容易 而且日軍在塞班島戰役 做各種的防禦攻勢 結果沒想到他 科技打贏戰爭了 就是在那個時候 日本的主力戰機是零四戰機 零四戰機 它的特徵是什麼 就是它的那個靈巧 輕便 那個戰鬥力 那個 掌握能力強 可是那個美國 F-6地獄帽的戰機 完全是針對零四戰機的缺點 做改進 零四戰機最大的缺點 它靈巧 它的鋼板就不能厚 所以它最弱的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駕駛艙 第二個就是它的那個油褲 就是那個油褲 這兩個 反過來美國第一火 地獄帽戰鬥機 就把這地方加強 讓零四戰鬥機 在跟那個地獄帽戰鬥機 在對質的時候 雖然地獄帽戰鬥機 可能會被擊中 但是沒有造成立即的損傷 反過來講 零四戰機 如果被地獄帽戰鬥機 機砲擊中的時候 馬上就墜毀了 第二個就是在雷達的部分 日軍的雷達 我們看那個螢幕上顯示 它左邊的日軍雷達 在那個時代 對我們現在來講叫做 Analog 類比雷達 類比雷達是怎麼樣 我看到一個訊號 跳起來就是有訊號 然後我人還要去判讀 那個訊號離我有多遠 所以它是直向性的 直向性的 而且甚至不知道 那個方向在哪裡 我得去判讀我的資料 右邊的已經 美軍那時候開始用PPI雷達 PPI那個就是平面顯示 雷達的意思 你看 它是旋轉的 對 它是旋轉的雷達 它旋轉之後 它在美軍那時候開始用 類似現在數位科技的概念 它是用類比做 把以前的訊號 留在原來的光點的位置 所以它現在不斷的轉圈的時候 不斷轉圈的時候 美軍所掌握的是面的訊息 日軍掌握的是線的訊息 這兩個空間就完全不一樣了 更重要的是 那個時候美軍在第三個部分 美軍開始它的炮彈 它的那個炮彈 我們現在叫做近破隱性 就是炮彈上面有雷達 有雷達的能力 我以前沒有近破隱性概念的時候 是我必須要打到你 我真的一槍要打到你的 飛機上我才要打到你 近破隱性之後 我快要接近你的時候 我就可以爆破了 就用有雷達的概念 雷達快接近你 我知道快接近你 我就引爆 然後我用碎片撞擊你 所以那時候美軍一開始有 近破隱性的概念 這三個暗黑科技 是日本當初還沒有跟上的 尤其是雷達跟那個 近破隱性的部分 所以日本在那個空戰上 就吃了一個悶虧 就被美軍修理得一塌糊塗的 所以當美軍要登陸作戰的時候 剛剛我們張將軍有特別提到 滯空拳是所有登陸作戰的前兆 前兆戰 當美軍拿到滯空拳之後 那登陸作戰就好打了 所以後來塞班島戰役 所以美軍就打勝了 所以這裡面的話 其實關鍵的是 美軍它的暗黑科技 已經發展到哪裡 日本不知道 日本不知道 日本還遠遠的落後 遠遠的落後 我們常常講 科技掌握戰場 科技改變戰場的面貌 我們現在的作戰 叫做熱兵器時代的作戰 什麼叫熱兵器時代 以火藥為主的作戰 譬如說一個飛彈打出去 它是不是靠火藥來推進 靠火藥來引爆 那新一代的作戰 已經不是熱兵器作戰 叫做光學作戰 叫做高能量武器作戰 那美軍現在已經開始研發 就是說 怎麼樣用高能武器 用雷射武器 或者紅外線武器 來摧毀情域飛彈 摧毀所謂近距離的導彈 真的無人機 不過我們是以台灣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緊張 我問一下那個張教授 就是怎麼樣判斷 是敵軍是真的要攻擊 中共要對台灣 如果要動武的話 有三個身後 第一個它的這些導彈的部隊 不管東風11 這些相關的這些系列 都要在福建或江西 就要往前駐了 短程的你要往前走 你東風21 東風26 這種比較忠誠的 可以放到後面 但是你東風11 你要往前面放 以前還有東風9 你要往前面放 為什麼 它就有300到600公里 你往後放打哪裡 最多往前 第二個 它的機場要往前面走 要前駐 我們在巨台這個 八百公里之內 一共有39個 中共有39個機場 你一個機場的話 我們想想看 一個機場如果放60架 你64 你一個機場放60架 你40個機場 4、6、2、4 2000多架了 滿滿的 那不要 我們打個折 你放50架 你也有將近2000架 它重複前駐到這邊 為什麼要奪取空拳 另外一個 它這個東南沿海的 現在有沒有這個跡象 目前沒有 目前它常駐的總共只有 大概800架 OK 好 那就 600公里800架 飛架還沒有集結 但是跟你講 飛機的機動性非常的快 很快 它今天沒有 明天就照 就來了 它非常快的 所以空軍你要 要經常掌握它的 第一手的情報 第二 第三個我們講到 就是它的這些沿海的港口 它在那邊裝載 它要對台灣做發航的動作 不管山都澳也好 海門也好 或者平潭港也好 或者是我們東山 上尾汕頭都在裝載了 很清楚 因為它準備要登陸 所以不管是飛彈也好 或者是我們講到的 它這些前級機 一線的這些戰機也好 它都有做動作 這都有鎮喉的 要掌握它的鎮喉 要料離機先 知己知彼百戰不但 所以一定要充分掌握 它這些的動態你才知道 然後完畢之後 我們知道第一個 整體制空拳 制空拳一定是戰機 要不然打我們機場 打我們機場用導彈 導彈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有愛國者 我們沒有天工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導彈全部都在基地上面 我們有沒有辦法判斷說 他們有沒有可能直接用導彈 來直接射擊台灣 攻擊台灣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是美國的陸軍的 這個期刊 期刊特別提到了 共軍清台的一個戰略 假如中共武力定吞台灣的話 共軍將維持大型經濟中心的完整 就是說他不會去攻擊什麼 台中 高雄 台北這種地方 然後但是會用地面的火力 以及空襲的方式 攻擊哪裡 西部海岸線 然後摧毀台灣大部分的部隊 同時入侵在防禦相對弱的 東部以及南部的海岸線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期刊 他畫出了七條的線路 來 那個是從 他怎麼畫出了七條線路 這七條線路的話 這邊我們看一下 這邊總共有兩三條線 是對準的東部地區 對 你看我們這一次的話 東部這個天空山 我住在花蓮東海岸 我從來沒有看過飛機 也沒有看過飛彈 好 來 沒有想到 現在都看到了 來西部地方的話 來給各位看一下 總共有四條線 這四條線 這代表的是什麼意味 對 事實上這個期刊裡面 他講到就是說 如果中國真的侵入台灣的時候 他用這個A2AD 就是美軍真的要來遲遠的時候 可能要很久一段時間 甚至他就說 他只要發射247枚的飛彈 就可以癱瘓最近 台灣最近的這個 加首納空軍基地 所以他意思是什麼 美軍要介入 可能有點困難 在短時間之內 除非台灣能夠撐 超過兩個禮拜 甚至再三個禮拜 所以他就說 台灣應該要派駐 美國應該派駐四個師的兵力 四個師的兵力來說 大概1萬多人 除了1萬多人之外 他說要把台灣 甚至要加強台灣的這個防空 還有台灣的空軍等等都來 甚至說還要賣給台灣 包括說暗自行的這個武器 甚至要賣給台灣 所謂的攻擊直升機 所以他其實 他這個裡面的這個期刊裡面 暴露的是說 美軍應該要在台灣駐軍 否則來說的話 台灣還是有可能會被 中國大陸拿下的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兵力不平衡的關係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話 他們的一個陸軍的兵力的話 40.8萬 台灣的話只有14萬 我們的航空母艦當然0 中國大陸現在兩艘 要做第三艘 驅逐艦的話他們有23艘 我們只有40艘 來 我們看一下戰鬥機 剛剛研究了很久的戰鬥機 戰鬥機的話我們有350架 中國大陸有600架 比我們多出了一倍 這個巡防艦的話 我們有22艘 他們有76艘 等於是說不管是艦或者是機 它都比我們多上了一倍以上 那麼是不是在兵力不平衡的 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尋求美國的一個幫忙 美國有沒有可能來駐軍 我認為美國的 要不要來駐軍 要不要來幫忙 是客觀的因素 他們決定 我們要有一個決心 就是說我們確實自己 可以獨立作戰 我們確實可以惡阻 中共對我們的親害 可以撐多久 可以撐多久 這個是看戰術 我認為可以撐滿久 只要空拳不濕 可以持續下去 它也要奪取空拳 沒有辦法空拳 你海上沒辦法運動 你海上運動 我直接飛機去炸你 我隨時可以起飛 所以是以空拳來決定時間 所以我認為 因為它這個路上的兵力 是40.8萬 這是原則上 我認為是東部戰區 跟南部戰區加起來 因為它有五個戰區 東南西北中 這個戰區 是只有東部是不是 對 因為中共的軍力 總共是200萬 總共200萬 地面的部隊 將近大概就是130萬 它大概分五個軍區 一個軍隊你除以 你除以五的話 大概一個軍隊大概是26萬 只有26萬而已 兩個加起來就是40多萬 但是它還有我們講戰略 它的戰略支援部隊 它的通知電還有什麼 它還有海軍還有空軍 你要把它減掉 大概就是40萬 這是兩個 一個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贏得上是主攻對台灣 但是不要忘了 它的助攻是南部戰區 所以你剛才畫那七條線 它是很粗略的 它那個不精準 是 那米爾斯上位 它是個海軍 美國的海軍路線 就是一個上位 米爾斯 他專門研究這個 它畫得是滿粗略的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以少勝多 以寡即重 最重要就是戰場就那麼大 我們這個房間可以扔 可不可以500個人跑進來 沒有辦法 這個就100個 對 台灣的戰區就那麼大 你可不可以飛機過來 沒有辦法 你空域都滿了 你會管制 會彼此在攻擊行動中 你會彼此干擾 你發揮戰略就有限 可是還會空中相撞 是 都有可能的 就戰機從人家 大概100都這樣 不到200架 你不會說我八百架一起過來 你怎麼過來 那個飛機可以降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航空母艦呢 你這些軍艦的吃水的人 尤其你這航空母艦的話 吃水都要12公尺 你12米的港深才可以 還有你寬度要夠 因為航空母艦的話 它的寬度大概80公尺 你寬度要夠 你大概這樣子的話 你能到12港口 我們可能要比較的 應該一個是吃水 然後長度應該是沒有問題 長度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寬度 進得了 進不了 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第一港口的 航道的有效寬度 是在98公尺 那麼第二港口的寬度的話 是183公尺 所以第二港口的寬度 比較寬 那尼米茲的寬度的話是 76.8可以 76.8可以 還有一個它吃水 它夠寬就對了 對 夠寬 然後水深也要夠 水深也夠對不對 因為水深要考慮到 17 這邊17 然後這邊是11 對 12左右 對 你要考慮到潮汐 因為它退潮的時候 水會降下來 你那個港深要夠 所以你要考慮到這個潮汐 撞潮跟退潮 所以17公尺是夠的 所以之前的話 我們看到高雄港 其實有曾經停過一輛貨輪 這一個貨輪是世界級 最大的貨輪 這一台貨輪進港的時候 還引起很多民眾的觀看 那一艘貨輪一進來以後 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高雄港 停這個航空母艦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貨輪 比我們的航空母艦 還要來得更大 都可以停得進去 代表這航空母艦 如果要停的話 可以停得過去 航空母艦 飛機的起飛的頻率跟次數 是個決定滯空權力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美軍現在也開始發展 電磁彈射了 中國大陸現在第三艘 第三艘航空母艦 不知道會不會重要 電磁彈射 但如果還是增機彈射 它就遠落於美軍 所以說這都是用科技 來改變戰場的面貌 當科技越來越強的時候 那其實中國大陸跟美軍 現在最大的問題 其實還是在這個方面 是他們使館空間的 領域的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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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個張士麗 戰爭的話 未來的話 會不會變成了一個 無論如何